爆買了 跟大家介紹我在釜山買的 生活戰利品 喔 江劍恨我 他整個嘴巴 非常的juicy 所以最最最最喜歡的 很多人都去韓國買 可是我跟你講 超級不建議 聽說都是很理智消費的 你們懂我吧媽媽們 我跟你們是永遠同一個陣線 哈囉大家好我是卡塔 我呢 前幾天呢 才剛從釜山熱騰騰的回到台灣 我就非常期待想要拍這一集 因為我上禮拜去釜山玩 然後我爆買了 我已經不記得金額了 因為我中途還要打電話給信用卡公司說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是日本派 我其實對韓國沒有什麼研究 一來是我不會說韓文 二來是我對韓國的東西 就會覺得說沒有像日本那麼的熱愛 我覺得除了首爾之外的 欸你們有去過釜山嗎 都沒有去過釜山 釜山跟首爾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釜山比較有點像是 台中或是高雄 它每個點距都蠻遠的 可是他們店可能會比較集中 比如說在某個百貨公司 或是某一些商圈這樣子 我覺得這次去釜山發現 超多港澳台的朋友 還有一些馬來西亞人 但比較少看到日本人 啊還有一點 我在釜山這次去了六七天 看到的好看的帥哥不到五個 我說真的認真的 真的 不到五個我說真的 我觀察下來 真的會讓你視覺停留很久的 真的很少 前情提要每次去韓國 真的都是爆買一波的回來 因為我想要開箱給大家介紹 結果呢默默的被切割成兩隻 因為東西太多了 那今天呢這一集先跟大家介紹 我在釜山買的 生活戰利品 下一集呢是我們的服飾類的戰利品 這一集就一些美妝啊 然後生活啊 吃的一些伴手禮的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次呢我們搭飛機的時候 我的行李重量是15公斤左右 那你們猜我回來的時候是幾公斤塊 30 我的拖運帶了40公斤 我真的買到超誇張 然後因為我這次真的是 卯足全力想說 就是去這一趟回來 要帶戰利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釜山比較多 連鎖類型的 比像Olivia那種比較多 或是那種樂天百貨 新世界百貨 不像首爾會有一些小店 所以如果你們去的話 可以看我影片 然後一起找尋 看這最近的好物 OK 第一個呢這個呢 東西非常的特別 我一看到之後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買一盒給病 他一定會愛死 你們猜這是什麼東西 這也很有玩 他在我在Olivia買的 他是喝酒藥 不是啦 你很需要是不是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這邊去的一個 就是導遊介紹的 然後他說 這是一個 薄荷爆豬 它是一個涼涼豬 因為你知道韓國人很喜歡吃燒肉 而且他們都會配什麼 生蒜頭 然後吃完之後嘴巴都會有味道 因為他很注重口腔衛生 他不喜歡喝完酒 吃完東西之後嘴巴會殘留那種味道 我跟大家介紹這個品牌 就是它是一個 算是口腔類的品牌 然後在Olivia還蠻紅的 它其實最有名的 很多人去買的是他們家的美白牙膏 或是說有美白牙貼這種 但是呢這是一個比較冷門的東西 薄荷爆豬聽起來會超涼 會不會 它是真的蠻涼的 它這樣子一盒的話是 一萬三千八百韓幣 大概台幣三百二十二塊 然後有兩片 然後打開來就是長這樣 你們不知道先吃看看 現在有點有點怕 為什麼 因為聽起來超涼的啊 你就讓它含著 你不要把它咬破 我吃它是有點硬硬的那種感覺 它是可以含著 你也可以咬破 然後它的涼是真的是透心涼 我覺得它也很適合醒腦用 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剛是喝了一口漱口水嗎 超涼的耶 超涼的對不對 它就這樣很小很小一顆 它很像那種芳香豆的那種size 我覺得比起趣味啊 就是你快要睡著 可是你在開會的時候 你不能睡著 你就來一顆 哦 可是你就會聞到你真的是非常好口氣 覺得這樣怎麼樣 四十顆 一顆大概不到十塊 我會放在很想要醒的時候吃 第二個東西呢 我只能說真的是相見恨晚 我平常以前都沒有在意這個東西 我這去韓國突然需要 然後突然買了 突然覺得Oh my God太好用了 一定要放在影片裡面介紹 就是護唇膏 然後這去韓國有幾天還蠻冷的 然後我的嘴唇都蠻乾的 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是會撕到有死皮 我第一天就是先去Olive Young 然後我其實也沒有做太耳熱 做太耳熱 我也沒有做太多功課 可是我就看到這個東西 庫唇勝不多 我想要先買一個 驚為天人 它真的很適合在睡前的時候擦 然後擦完之後你的嘴唇 真的是豬油般的油亮 我覺得我必須要先擦給大家看 唇膏很需要 對 所以這個也是要給你的 因為你的嘴唇也很乾 我先跟大家介紹這個叫做Bring Green 它是比較軟管的 然後我跟你講它就是有一個斜口嘛 然後你這樣擦上去之後呢 你有看到嗎 它整個嘴巴非常的juicy的感覺 你的嘴就是看起來很響很響親 然後我那一天晚上第一天到的時候 我就先去Olive Young買 然後我買完之後 我就後擦了一點之後 我就跑去睡覺 隔天起來我就用獅子巾這樣 稍微的擦掉 嘴巴超級無敵嫩 而且它這個是1加1的 所以一盒的話是 6800韓幣 等於台幣是160塊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小缺點是 它如果擦比較多 會比較有一點厚重感 然後我看到這個 其實好像也沒有到很多人介紹 而且價格很便宜耶 一支不到100塊 然後像兩支 你又可以一支放在床頭 當作睡前的保養 另外一支你可以出去的時候也可以用 然後如果說你是喜歡 再更透一點 更自然一點的話 這支是我後來第二千去買的 喔這個也是讓我覺得很驚豔的 然後這是一個韓國還蠻有名的 保養品的品牌 然後我覺得它是更輕盈 上上去嘴唇之後我覺得 更適合日常的時候用 或是說你的嘴唇沒有那麼乾 雖然我覺得它們兩個質地都有點像 可是我覺得它我會比較建議給嘴唇再更乾的 然後這支就是我會把它當作 放在我包包裡面的日常 這支的話是 兩入的話是1000韓幣 所以一支平均那個100塊 我覺得很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呢說到韓國的Olivian 大家都會想到要買韓國的面膜 我這次就是直接買了非常多片 因為聽說很好用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11片面膜 然後等一下一人分兩片給大家 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跟剛剛那個護唇膏 是同一個品牌 然後它是屬於就是比較保濕型的面膜 像韓國就是天氣很容易乾嘛 我自己是還沒用過啦 但是人家網路上就會說 就當作一個保濕型的面膜 然後那個時候一片原本是3000塊 然後後來變成一片是1500塊 大概一片35塊台幣左右 那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其實台灣很多面膜都很好用 我也沒有買太多啦 就是想說可以分給大家當作就是那個 你知道小禮物這樣子 接下來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近年非常流行 微珍 你知道什麼是微珍嗎 就它很像一個一個的小珍的東西 它就會有點刺刺的 然後最紅最紅的就是他們家 他們家就是這個銀色的這一塊 他們家的精華液 很多人都去韓國買 可是我跟你講超級不建議 如果你是沒有用過的人 你真的請不要買 因為那一罐其實講真的也不便宜 我覺得建議大家可以先買他們家的面膜試試看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啊 擦在手上你會感覺到刺痛 然後你要想你要把它敷在臉上 那個刺痛感會多重 然後這個面膜的話呢 一盒的話是240左右 然後裡面呢就大概四片 還有分step1跟step2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就是它的精華的部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現場有試用 我跟你講喔 你用在你的手背上面 然後你再讓它感受一下 喔有耶 有嗎 很微度我覺得很微微的一點點 你會發現它有一點刺刺的感覺 對 所以那個刺刺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啊 你會覺得很敏感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不一樣 有人覺得很刺 可是有人就覺得還OK 就微微的 手上還好啦 真的喔 那你覺得你手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是可以接受 它的刺感是真的蠻明顯的 對不對 你們不要就是只是網路上看 要等下推薦就直接跑去買 因為有可能你真的不適合 而且你越觸會越痛啊 而且你知道有風過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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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猛一次的感覺耶 所以你有擦到臉上過嗎 我沒有擦到臉上 因為我擦在手上 我就覺得我不適合了 所以我覺得我先買這種面膜 如果我真的敷在臉上覺得OK的話 再買精華也OK 對不對 就是比較理智的買法 精油就是很理智消費的 不會什麼都買 我是真的是精挑細選給你們 不要讓你們多走一步喔 冤枉路OK 是不是 不是 接下來呢 這個東西大家就是很眼熟 就是快速的介紹 這是我幫人家買的 這個品牌 上次我們拍韓國Olive一樣有介紹過 就是韓國現在很紅的 很護髮的那種東西啦 然後它的價格是 29800 大概台幣700塊左右 真的超重 我這次學會了一件事情 行李重量要用在對的地方 要放在那些你真的很想買 跟真的價差很大 跟有一些包裝不必要的 就把它丟掉 你知道我去英國美國玩 我的行李從來沒有超過23公斤 我每次出國就是兩大一小出去回來 有時候還不夠 我好像就多買一個行李箱回來 欸我剛剛那個放你那邊 欸你那個還有位子放嗎 欸你那邊是不是還蠻空的啊 我看一下欸你這樣好像蠻輕的喔 好接下來下一個 是第一天的時候 跑去Olivia買的東西 就是這個 阿羅馬提茶 笑子 本人就是非常需要身體度 我一天不擦 我的腳就會乾到很像沙漠一樣 知道吧我就每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開始就瘋狂 睡前就瘋狂保養 然後瘋狂擦身體乳 然後腳的乳液就要擠超多 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甚至是用護手霜在擦我的腳 然後這個是沒有人介紹 也沒有人推薦 反正就是我在那邊看到 就發現欸好好用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就是 相分類的品牌 然後大家都推薦它的什麼護髮 或是洗頭 洗身體的東西 其實我是被 它這個贈品所吸引 因為它有附一個刮沙板 所以我才買 如果它沒有附刮沙板 我可能不會買 欸可是買完之後發現很讚欸 它是有一點那種 檸檬草的那種感覺 你擦看看 這個味道我覺得結束度很廣欸 我覺得很像做SPA 嗯它是有點那種精油 馬鞭草 檸檬馬鞭草的感覺 然後我發現它其實還蠻好吸收 然後有一個香香的味道之外 我發現它有一點熱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那天在按摩的關係啦 然後這一罐的話 我覺得還蠻OK的原因是 因為它這樣子的話 是 兩萬兩千五百韓幣 大概五百二十六塊台幣左右 那我覺得值得推薦的點 就是說它的味道真的蠻香的 嗯 會有你那種很放鬆的感覺 很像你去那種做SPA 它給你選的那種按摩感覺 推薦給大家 沒訂閱我跟幫你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們嗎 嗯 接下來呢 下一個東西呢 我覺得是榮獲 我這次去韓國覺得 最最最最最喜歡的 護手刷 我那時候是先去第一間看 然後我被這個的 sample 燒到 可是沒有貨 然後我就找了兩三間都沒有貨 然後後來我才請人家說 欸你如果去逛可以幫我買 然後我跟你講 它的包裝真的很美 它叫做 Hand cream mango seed butter 然後呢 它一條的話是 大概台幣兩百一十塊 然後你看它的包裝 就是很美 可是重點是它的味道 真的很吸引我 等一下 現在這個空間都是那個檸檬的味道 是怎樣 護手霜很少出這個味道 可以講我可是也是 護手霜愛用對不對 它是無花果 喔 對 護手霜很少出無花果的 它聞起來像什麼 就像dip tea的那個 無花果香水的那個味道 它是舒服的香 它是舒服的 不會那種有那種香精的味道 它的無花果是有點淡淡的那種 乳香 跟無花果的果香 因為我之前就是 有人家是有種無花果 然後我那時候就剛好經過的時候 我就站在那邊想 那味道怎麼那麼香 一看 是那個樹 然後上面有無花果 然後就站在那邊聞 就是那個味道 很像是你站在庭院下面 然後聞著那無花果那個香氣 我覺得他們家很漂亮的 如果你去韓國玩 一定要買他們家護手霜 是因為 兩百一真的很便宜 它是蠻滋潤的 我覺得比較像是你 睡前還是什麼 或是說你手比較乾 因為像我個人就是 很喜歡滋潤性的 可是我覺得 它的 包裝看起來那麼大條 可是其實有 大概 可能四分之一是空氣 有點小扣分啦 可是除此之外 我覺得它真的是真的很可 換個包裝來講 我覺得這真的蠻有質感的 2024 不要再木質掉了 卡特領先 皮克 無花果味 快哽咽 我覺得很棒啦 對不對 有沒有 強的 210塊 超便宜的 很推薦大家 再來呢 是一個 我這次去 然後有稍微 上網查 可是沒有查到很多資料的 我最近 其實有一個 小困擾 我很怕我會禿頭 你知道嗎 雖然我看起來髮量很多 可是因為我很常 這個造型 然後在梳頭髮的時候 發現 我怎麼會掉很多頭髮 然後或是說 我就會覺得 我前置的壓力很大 有點鬼剃頭 那一塊有一小塊 就是沒有頭髮 然後我就上網看到一個 韓國的Olive 一樣有一個是 男生的生髮水 但我不確定它好不好用 它是 Hair Tonic 就是生髮的是嗎 就是調理水 然後這個的話 是 一萬八 大概四百二台幣 有一大一小這樣子 但我之前很常用 其他一些品牌的 就是像是生髮 或是那種 頭皮護理之類的 我覺得 就是有 稍微舒緩 或是說 可以讓頭皮放鬆一下 然後它是這種 比較噴霧式 因為我現在也沒有 用過 所以我也不敢 突然推薦大家 只是網路上有人推薦 所以如果說 如果你有這個困擾的話 我覺得可以 稍微的觀望一下 如果我覺得好用 可以再推薦給大家 或是如果大家要覺得 什麼生髮的 不錯的話 請推薦我 不然我很怕 我會 少年凸 像女生也是 對 你很常中分 或是你很常髮線 就是你會 白白那一條 會越來越明顯 不過一陣子 前幾年是中分 然後也是中分久 我這邊開始做頭髮 它會比較白 中間那條線很明顯 改流流海 因為流海沒有這個問題 欸我剛剛 插回一陣的那邊 開始泛紅了 而且 那邊氣一粒一粒 好癢喔 真的要適用 就是 你真的去各國買保養品 不要因為人家推薦就買 雖然卡特推薦的大部分都沒有累啦 可是還是要以你們自己自身經驗為主 金流座 理性消費 好的那我們歐利品一樣 就先告一個小段落 因為那些就是我真的精選 我每個都用過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我們的生活 有一天去逛了他們的超市類 然後我就選了一些小東西回來跟大家開箱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在場兩位就已經餓到快受不了的就是 我在那邊超市買了一個餅乾 然後它看起來超級無敵可愛 它應該是同一個品牌 然後我買了一個是巧克力的 一個是焦糖的 我們先看一盒 然後剩下給你們吃好不好 這一個的話它叫 French Butter Cookies 一盒的話是3480 大概台幣80塊左右 裡面的話就是這樣 喔!好幾包這樣子 看起來超好吃 裡面有四小包 然後一小包裡面有四塊 我就是在那邊瞎看 然後想說看起來包裝很可愛 它味道很香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我看很紮實 它不是你吃起來的那種奶油餅乾 它是有一點硬硬的酥酥的 焦糖海人感覺重嗎 焦糖後進很重 嗯 它的焦糖海人是 太飛糖的那種香 它不是真的讓你很死甜 它平常有賣現貨韓國的這個餅乾 但一盒的話要 170到200塊左右 好貴喔 所以在韓國買的話是 直接半價 哇!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欸!蠻好吃的耶 推薦給大家 然後我們來吃看看另外一款好了 喔!然後它這個有分 牛奶巧克力跟黑巧克力 然後我這次買的是黑巧克力 一盒的話是 2980韓幣 所以台幣大概70塊 但是呢!它只有兩包 喔!裡面有6塊 所以是12塊這樣子 哇!好可愛喔! 欸!還蠻精緻的耶! 它上面還有一個 很像英國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種老虎的那個 喔! 它巧克力很濃耶! 我原本看這個外表 會覺得它應該是一個很平凡的東西 它它的巧克力吃起來 蠻黑巧的 對!不甜 因為它底下是類似那種 微花餅 營養口糧 可是沒有那麼硬 它是更酥一點的那種營養口糧 不過我覺得這個很有分量 這個是我可能一個晚上 我吃一瓶就夠了 然後剛剛那個焦糖奶油那個 我是會一個晚上 吃一包 對!不要去吃一包那種 那這兩個你比較喜歡哪一包 焦糖海鹽 餵食 我是巧克力飯的 我覺得送人也還不錯啦 所以現在 好的各位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吃完了餅乾 是不是覺得有點脆搭的感覺呢 所以呢下一個東西呢 我覺得是非常特別 因為我這個朋友呢 就是他真的是生活中 沒什麼物慾的人 他就唯一一絲拜託就是跟我講說 可不可以幫他找這個抹茶 然後我就說好那你傳給我看 一般人都會找一些網上截圖 他沒有 他只有唯一一個就是他可能曾經拍過的照片 然後就超級模糊 就長這樣 然後也沒有任何品牌的名字 然後我就到處去便利商店問 然後他們就 嗯喔喔喔喔喔 這樣 我想說怎麼辦 都找不到 我想說這到底什麼東西啊 結果後來我就超市找到了 我就發現 他在沖泡那一區 最有名的 網路上最推薦的 就是他們家的沖泡式咖啡 但是我朋友 是叫我幫他買他們家的抹茶 他是一盒裡面有八包 然後這個呢 是有四盒的 因為這樣買下來比較便宜 因為自己也想喝看看 到底有多好喝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是11980 大概台幣280塊 然後有四個 所以一盒是 70塊 原來他當初拍就是這個照片 應該就是這樣 然後我同場呢 我又買了一個 我自己覺得蠻有興趣的 這個粉紅色的一盒單盒是 4150 等於台幣97 然後上面是寫說 我加100ml的熱水 我加100ml的熱水 這怎麼開啊 它是 它是 它是抹茶咖啡拿鐵 這個是孔流帶鹽的 這個品牌 這是孔流帶鹽的 這是孔流帶鹽的 對 因為我那時候找我路上還沒找到太多介紹的資料 這品牌好像是在韓國真的蠻有名的 我其實有的時候 早上會喜歡喝咖啡類的東西 可是有時候 心情是 不是想要喝特別重的咖啡的話 我覺得抹茶的 這個 我覺得喝起來就蠻不錯的 因為這樣平均一條 才不到10塊 所以就覺得還蠻划算的 想要送辦公室的朋友啊 或是當作伴手禮 我覺得也很OK 這一款的話 嗯 之後再看看如果好喝 再跟大家分享 那超市呢 我還有買寵物類的東西 但是呢 這個就擺在另外一集 因為我覺得把它分開不同的分類 然後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 我在韓國看到 我真的很喜歡 我甚至還拍了Reels 我那時候在逛他們的新世界 還是樂天百貨的時候 地下是有一個叫做 Morthern House的 我就非常愛逛生活用品類的東西 裡面呢 就是有非常多生活類 就是餐盤類很多 然後有很多很可愛的韓國餐具 然後我真的要給你們分享一下 它裡面就是有賣那種 很韓國Style的這種 餐盤啊 然後還有這種很可愛的 塗鴉的那種碗盤啊 吐司造型的碗啊 然後還有賣就是很可愛的一些燈具 這個是我原本差點要搬回來 但是後來覺得太瘋了 還是不要好了 他們是韓國的一個 生活用品的 算是那種小雜貨 它就是有點介於 無印良品 跟大創之間 可是它是又更有 設計感一點的東西了 然後那時候 看到的東西我覺得 一定要買來我們工作室 這是餐具組 一個的話呢是 一萬七千九 台幣四百一十八塊 因為我們工作室 就是常常會面臨到就是餐具不夠的 然後我看到之後 我就覺得很可愛 你看就我們一個人可以選一個Style 不是很萌 很可愛 蠻可愛的 總共有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十二支 我覺得一人一組還蠻不錯的 對不對 如果說是家庭 你看像你們家就很適合 媽媽用什麼 然後爸爸用什麼 然後弟弟用什麼 哥哥用什麼 姊姊用什麼 就是要有一些生活的儀式感 你們懂嗎 我們以後 就工作室 我們就會這樣 切東西 然後這樣吃的感覺 它是蠻有質感的 對啊 拜託你們懂什麼 如果你是生活類型 很愛逛生活用品的 就是非常適合 你會逛到瘋掉 然後後來我還要買一個 是要送我朋友的 是韓國的餐具 然後這個的話是 一萬零九百 大概台幣兩百五左右 我覺得如果說你家剛好 你是租屋 或是說你剛好可能 搬家或是工作室 大家想要一整套的 一樣的系列風格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去逛逛看這個 Modern House 但是它不能退稅 所以請大家記住一下 OK 等一下你們非常的冷靜 沒有 都是對這種東西 沒有任何興趣的人 好的 那我們今天也已經介紹完 補山善利品的生活用品類 跟美妝品的東西 像我這次介紹的東西有點雜亂 但是我覺得你們可以講 你覺得兩個 你覺得下次去韓國 或是推薦給大家可以去買的 我第一個是那個 80塊但超潤的護唇膏 喔這個對不對 那我們一開始拍片的時候 然後就擦 然後現在我覺得嘴唇變得出 而且它會慢慢的吸收的感覺 對 它甚至有一點軟化掉 原本有點乾的嘴皮 我那時候就是那樣子 你知道有喝水的時候 會有白血 對 然後我就很討厭 然後我那時候擦完之後 真的就是 減緩很多 80塊太好用了 80塊真的很便宜 你在台灣 沒有到那麼好用 對 第二樓是奶油餅乾 太好吃了 蛤 妳今天烤奶油餅乾 超好吃的 真意外了吧 我現在還有點漸漸不忘 很值得當作送給大家伴手禮 沒錯 那我第一個的話 一定是餐具的 我只知道 你喜歡餐具 不好意思喔 第一個就是奶油餅乾 欸 奶油餅乾 對 奶油餅乾真的很好吃 等一下 我擺這麼多奶油餅乾 那兩個奶油餅乾 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抹茶炭肥 喔 對 不然後來覺得蠻好喝的 就很適合早上喝一杯 喔 當作一整天的開始 這種感覺 對對對 怎麼沒有人對那個豹豬有興趣 對 啊你不是說要請口咒嗎 我自己第一名應該是護手霜欸 因為它才210 然後它的外型跟 它的味道都是我的深美 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來講 非常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 奶油餅乾 奶油餅乾真的很好吃 這兩個都好好吃喔 欸 我覺得還是可以記下來這個品牌 他們家的品牌是很會做餅乾的啊 他們家的品牌都好好吃喔 但其他東西我覺得 就是 真正你自己的需求啦 因為我覺得韓國很多 是針對不同功效的 產品 比如說生髮啊 比如說那種維蒸啊 你知道維蒸之前還有那個豆豆貼 我跟你講一定有人 一定有人很需要這個好不好 拜託留言跟我說 怎麼這是 餐具啊 你看到那個餐具 很可愛 你自己做啊 等一下沒做第二個 第二個其實如果行李還有空間 我真的不會把全部的餐具看回來 我那時候原本要買四個杯子買回來 我們工作室一人一個 然後我真的覺得太瘋了 因為那四個杯子其實也沒多少錢 但是就那個重量真的很重 好啦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就去開一集 就單純的韓國超市或韓國的生活用點 分享給地方的主婦們好不好 你們一定懂我 你們懂我吧媽媽們 我跟你們是永遠同一個陣線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你們最近有要去韓國玩 不管是我真去釜山 或是你們去首爾 或是你們去韓國其他地方的話呢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在連鎖超市跟 藥妝店買的到 所以我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 今天介紹的東西其實都沒有太高單價 所以如果要送人啊 或是自己用 我覺得都很OK 值得入手喔 好啦那下期影片 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最後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